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John Liao 欢迎来到读好报告 选好股票 今天要为各位选读的这份报告是麦肯锡顾问公司在2021年针对企业导入人工智慧应用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 在报告中有一些有趣的数据 我们来很快的了解一下 首先是有57%的受访者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回应他们导入了人工智慧在企业方面的一些应用 相较于2020年的45%来说呈现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么有56%的受访者回应他们至少有一项的应用导入于企业之中 相较于2020年的50%来说也是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use case方面呢 有27%的受访者表达 他们是将AI人工智慧应用于跟服务优化相关流程的工作向上 这是第一名的一个应用 第二呢 是有关人工智慧应用在产品的提升 以及第三名有关客户服务的自动化接触上 所以从这些使用情境我们可以看到在客户端以及产品端的应用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广的 另外蛮有趣的一点是有27%的受访者表达 人工智慧至少替他们提升了5%的税前营收 也就是在财务上的表现 人工智慧也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些成效 在财务方面除了营收之外 其实在成本的降低方面 其实是效益更为显著 相较于2020以及2019年的变化来说 整个的cost down方面 人工智慧所提升的效益其实是更大的 所以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回复 他们在未来三年将会持续投资在人工智慧的企业应用上 从报告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表现相对优异的一些企业 他们在人工智慧的一个导入上面来讲 会进行比较好的一些管理 不论是在核心的架构 或者在资料的使用 以及模型的建立 工具的导入 使用者的触发上面来讲 都有比较好的一个管理 针对AI的一些支出 他们在很多效率以及计划的管理上面来说 其实是更可预测的 也就是在整个的资源运用上 是进行了比较好的一个管理 除此之外呢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有64%的受访者 尤其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企业 他们是运用了云 不管是公有云 还是整个的混合云的形式 来建构他们的AI企业应用环境 当然除了业务面之外 人工智慧导入于企业 资安以及风险的议题 也是相当被关注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的变化 其实并不是太大 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有关国家以及政治的风险 也会被特别提出来 特别的检视 这份调查报告是在2021年的5月中到6月底之间进行的调查报告 刚好是台湾疫情最严重的时刻 这份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企业导入人工智慧 在企业应用方面的一些现象 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们下次见